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几座山的残暴面貌 但请各位不要担心 先冷静下来深呼吸 这里是Top10 我们会保证各位的人身安全的 大家现在比较放心了吗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地球上 最危险的地方旅行吧 赶快出发吧 2019年4月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城市 海拔有3640公尺 是实际上的首都 也是最大的城市之一 很多房子都是建在山坡上 光从这一点来看就很危险了 即使是再坚固的结构 只要地面坍塌的话 一切就完蛋了 也只有逃走了 2019年4月30日的暴雨之后 在拉巴斯发生了非常猛烈的山崩 圣豪尔赫坎图塔尼区 是开垦土地 地盘状况非常的不稳定 强大的水流 无情地侵蚀着土壤 就像汹涌的海浪 冲走了孩子们堆起的沙堡 非常幸运的是 居民都被安全地撤离了 但一共有46件房屋 变成了一堆砖头 18间房屋遭到了严重的损毁 另外还有88个家庭 大约380位当地居民 无家可回 2021年7月 印度 山路是个有危险性的地方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石头 和岩石的碎块 而且身体崩塌 说不定会让山腰都滑落到道路上 这种情况又更加严重了 远离这些危险地方 才是正确的做法 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 2021年7月30日 在印度西马开尔邦 西尔默地区发生的 大规模山崩画面 大雨过后 山坡的土石崩塌 707号国道的100公尺路段 竟然就消失不见了 这个事件 同时从多个位置被拍摄了下来 许多人都提前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看到了 一开始就崩落在路上的石头 然后大家都纷纷拿出手机 以免错过这个难得一见的精彩画面 像现在这种网络视频的时代 如果无法拍摄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么就不能算是目击者 2019年8月 美国 2019年8月24日 犹他州的西安国家公园 发生了一场动感十足 如绘画般的落实事件 正如各位所想到的 这个事件也被相机拍下来了 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竟然完全没有前兆 类似这样的山体崩塌 通常是在发生大雨过后 而这次却没有下雨 天气也很干燥 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认为 落实的原因是 Cable Mountain上的岩石受热不均 才会导致岩石慢慢地裂开 而随之崩落 2011年9月 英国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人们有时候可以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 立即开启相机的电源 发生这种神奇事件的舞台 是英国的康沃尔海岸 有一位旅行者听到岩石崩塌的声音 便开始了拍摄 过了几秒之后 海岸壁面的一部分向水面坍塌下来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 当时在场的海豹都逃往水中躲了起来 并在安全距离之外观看惊人的落实场面 2023年1月 美国 发生落实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在正确的时间停止 这正是影片的拍摄者 将加州弗雷斯诺县的山崩和落实的画面 拍摄下来时所采取的行动 对了 他就是那位在1月9日 为了避免落实砸到人 而将道路封锁的警察 我们要感谢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还像是人警示了他无与伦比的拍摄技巧 2023年2月 中国 挖洞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山坡的倾斜度 如果那不只是一个小坑 而是一个巨大煤矿的话 那更需要格外小心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个地方随时都可能发生坍塌 2023年2月22日 山西新井煤矿业 在阿拉善蒙所运营的煤矿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故 350万立方米的基岩 在一瞬间就崩塌了 形成了80米高的土石堆 另外 这次巨大的山崩事件 并不是大自然造成的 而是人类活动引起的 2023年2月 秘鲁 2023年2月5日 秘鲁发生了一连串的山体崩塌 摧毁了将近600所房屋 这场自然灾害 是发生在遍及整个卡玛纳县的大雨之后 各位现在所看到的画面 是发生在赛科查矿村 那里的浑浊泥石流 几乎摧毁了所有的木造房屋 当地居民对这个灾害束手无策 只能爬到高处 用相机拍下这一幕 在经历了土石流之后 还有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 想尽办法通过泥泞的道路 把任何可以救出的财产 都收集起来 即使找到一个小孩子的娃娃 也会很高兴吧 2023年2月 美国 这一段触目惊心的影片 是2023年2月25日 在加州拍摄到的 这一天 圣塔克拉利塔的河岸崩塌了 有一辆露营车和两辆集装箱 都掉进了河里面 让我们为受害者祈祷吧 2012年9月 中国 专业人士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知道该看向哪里 各位现在看到的影片就证实了这一点 2012年9月13日 英国山崩对策小组的两名专家 在中国参加了一场会议 当他们走在甘肃的一座村庄附近时 好像看到了什么 于是立刻用相机拍了下来 大家可能会不太相信 但这毫无疑问的是一场山崩 不过这次发生山崩的原因其实很单纯 这座山叫做旺山 长期以来一直都让当地人非常头疼 刚好那一阵子 山坡变形得非常厉害 连根深蒂固的大树 也抵挡不住那股强大的破坏力 2006年7月 瑞士 2006年7月 瑞士的救援队 为爱格峰东边斜坡的一处 巨大延山之脉崩塌做了准备 因此 他们不仅是事先告知人们 即将到来的危险 而且还准备好摄像机 以便从安全的距离拍摄到现场画面 以前这里曾经有一条冰川 但后来融化了 陡峭险峻的岩壁 便失去了支撑 没有支撑物的话 现在各位在影片中看到的事情 就会定期性地发生 幸运的是 瑞士人能够识别危险 并及时回避 2016年1月 美国 在海边有一幢房子 是很棒的事情 不过 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 海洋有一种可怕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 会慢慢地侵蚀海岸 波浪和水滴会连接起来 在某个瞬间 美丽的家园 可能会变成一处危险的地方 例如说 在美国的帕西非卡城市 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一座悬崖 因为侵蚀而引起了部分坍塌 也许不要继续住在 这间漂亮的房子里会比较好 而且这间房子 已经不能住人了 2019年3月 印度 同时从两个角度拍摄到山体崩塌的情况 并不是那么的常见 不过2019年3月2日 印度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大雨过后 在克什米尔的坦帕尔 有一座大坝附近的山坡崩塌了 远远看上去真的很壮观呢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瀑布 但落下来的不是水 而是岩石 泥土和树木 各位现在看到的近距离画面 是覆盖住河流的数千吨岩石 离这种危险的地方远一点比较保险 不过别担心 尽管这场自然灾害的规模这么大 但却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 地震 暴雨 雪崩等自然灾害 都是可能引起山体崩塌的因素 不过有些时候的山崩现象 却是由人类从头开始计划和实施的 在尼泊尔的甘达基省 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 2020年预计在这里要修建一条新的公路 但在尼泊尔山区实现公路建设计划 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有时候甚至会有巨大且不可抗拒的障碍物 阻挡在道路上 无法避开的话 还有爆破这种手段可以用 对于现在在画面上播放的这种情况 政府已经花费了270万卢币 换算下来大约是2万1千美元 15万人民币 既然已经开出了一条道路 接下来就只要清理干净并建设道路 2010年和2019年的两次山崩 巴基斯坦 2010年1月4日 一场严重的山体崩塌摧毁了巴基斯坦 汉萨河谷的阿塔巴德小村庄 岩石堆阻塞了河流之后 形成了一个全长11公里的巨大湖泊 这导致了1500人流离失所 3000人被困住了 不过湖泊和周围的群山 后来竟然成为了观光客的热门景点 讲到观光客 就会想到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就代表着影片 而其中的一段影片 是在2019年西修卡特村附近 发生山崩时所拍摄到的 正好又是汉萨河谷 多么惊人的景象 当这样的东西轰然崩塌的时候 也只有非常勇敢的人 才能冷静地停下来拍照吧 幸运的是 惊眼目睹这场灾害的人 被阿塔巴德湖引起的 土石流隔绝开来了 也因为这样 他们才会觉得 人身安全受到保护 安心下来 以上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喜欢 今天的这支影片 请在底下留言板中 写下你的感想 我们很期待大家的留言 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励 那么又到了 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下一支影片会很快地上架 敬请期待 那么就先在这里和各位道别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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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